你愿意和闺蜜合伙买房吗 别打 出去 别打别打 她还是我男朋友 对不起对不起啊 你来家里妈妈也没提前跟我说 千岁啊 我们有事跟你商量 我们不是马上登记了吗 结婚之后呢 我就准备搬过来住了 那你看看你能不能搬出去啊 是这样 这个房子当初是妈妈合资给我买的 所以她 我懂 这样 这是当初你买房的三十万 我个人呢 在出一万的补偿金 祝你早日找到好房子 当年我是出了三十万 但是这个房子 现在升值不止三倍了 你这三十万 我不太能接受 妈妈把你当最好的闺蜜 你这样钱还算借 千岁 我们把能凑的钱 都凑出来给你了 你又不吃亏 你要是还要我这个朋友 就把房子卖给我们 妈妈 你需要钱我可以借给你 但是房子我是不会卖的 这个事以后不要再提 你这是什么闺蜜啊 也太不靠谱了 你要是没有这房子 咱俩就别结婚了 你别生气 你放心 我还治不了她了 你怎么还不走 这房子我也出了一半的气 我让我老公来这过夜 能不能别蹦了 你看这都几点了 怎么了 我在我老婆家蹦离不让呀 你要喜欢 你起呀 就是 你要是受不了了 就出去住啊 好 我走 你们别后悔 你谁啊 你喊什么 我新来的 以后住那屋 啥情况啊 余千岁 你自己不搬家就算了 找个陌生人 你知道我们怎么住啊 房子前我出了一半 我想租给谁就租给谁 祝你们和新室友合作愉快 喂 你怎么能讲讲卫生 你看家里乱 这房子我付租金了 我也用使用权 管得着吗你 呸 啊 我出去 我出去 你干什么 我就是着急上厕所 身上没有脊胱肉 谁现在看你 大哥不好意思 我老婆脾气不好 对不起对不起 那两个都 余千岁 你赶紧给他退租 我都要疯了 受不了了 那你搬出来住呀 我跟你说 这房子也有你的一半 他糟蹋完了 你也住不了 我爸妈又不是没有房 我住哪都可以 倒是你们呀 还要跟他再合住意义 我心情好呢 再跟他续约两年三年 咱们来日方长 你说你又没出过远门 自己能旅游吗 这么大岁数了 还折腾啥呀 一个人不安全 妈 你再等等 等 我等到什么时候啊 你 你等我放假带你 活了大半辈子了 我都没出去好好看看 看我 现在哪有从前 意气风发的样子 脸都垮成什么样了 我现在 就想为自己活一次 你们都不用劝我了 我明天一早就走 五十岁的妈妈退休后 决定出去旅行 妈 千岁 妈 你到底为什么要自己旅游 我给你抱个团不好吗 妈今年五十岁了 这一辈子都在这个小县城里 妈就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体会一下不同的风景 体验一下不同的生活 这是我攒的一点闲钱 你拿去当旅游资金 妈有钱 你要你的钱 拿着吧 小时候你扛起了我 让我看到了世间的繁华 现在 你也去看看大好河山 妈妈 就这样远行了 半年后 我来外地团 竟然在这里见到了妈妈 姐妹们 青岛的气候太舒服了 你这个颜色不对啊 你要按照快点的色卡来呀 天赛 妈 你还是我亲妈妈 你才走半年呀 傻丫头 快坐下歇会儿 见过世面的人就是不一样 你看你穿衣洋气了 气色也充盈了很多 他我造的 不出来这一趟呀 都不知道外面的世界那么大 这大半年 妈妈看过山顶的日出 海边的晚霞 壮丽的湖海山川 才觉得自己啊 重新又活了一回 你看看你现在 这灰头土脸的样子 你试试这个北京图人堂的 永胜和鹅椒 这个跟普通的鹅椒不一样 里面加了很多种药材 你天天的出差 吃不好睡不好 容易气血不足 这个在包里常备一喝 妈之前老觉得累 还失眠头晕 自从用了它以后呀 现在感觉精力充沛 人也变得年轻了 你试试 谢谢妈 那我就不客气了 哟 我这预约的海洋馆要开馆了 我走了啊 哎妈 下一站去哪呀 下一个目标 学车 买车 我要自驾游 一路顺风 妈 生活就像一场 繁华里的流浪 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那你先说 我二摩考了六百二 老叔说我很有可能能考进青岛 太好了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青岛了 什么意思啊 我被保送了 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 这样我们上了大学还能一起玩 走走走 我们去好好庆祝一下 走 坐一会吧 我们经理马上到 谢谢 佳佳 千岁 原来今天来面试的真的是你啊 你都当经理了 刚生的 明天直接来报到吧 你的一面二面资料我都看过 很适合公司 好 经理 这个项目需要你过目一点 你准备明天报到吧 我们签的是半年的合同 哪有中途涨房租的 你不租啊 有的是人租啊 不乐意 今晚就说这东西搬出去 这个时候上哪找房子 来我家 咱们两个一起住 这一个月很贵吧 你放心前岁 我不白住 房租水电 我都跟你 哪有什么房租呀 这房子是我的 你都买房了 是啊 你就安心住吧 上学的时候 你不是总是让我养着你吗 现在拥有实现了 来 我带你看看卧室 你醒了 我昨天不是加班到很晚吗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都没听见 没听见就对了 看来你来我家 适应得很好嘛 工作上太烦扰了 所以在家 我喜欢安安静静的 就把造音大的家电 都换成美帝安睡系列 像我们这种拼命的打工人 早晚一杯营养果汁 确实很重要 唉 那个客户终于谈成了 看来这个美帝安睡系列 总算能睡个好觉 我去补个觉 周五的同学就会 咱们一起去 来同学们 咱们碰一个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个电话 喂 老板 升职 谢谢老板 我们会努力的 哇 我们千岁又晋升了 恭喜恭喜 咱们妈呢 就属千岁也会在最好了 上学的时候 千岁就从 都不怎么学就能靠第一 谢谢大家 佳佳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够了 你当我听不见吗 你跟他们炫耀不够 还过来烦我 我在炫耀 不是炫耀是什么 明明同样的努力 为什么你就能保送 你就能买房 因为我实力比你高 拼什么你就能当经理 而我才是个小侄女 拼什么那些老板客户都喜欢你 但你拼什么 我们不是好朋友吗 好朋友 不是应该希望彼此过得好吗 你不是吧 我也希望你过得好 但我不希望你过得比我好 比我好 我一直觉得你很优秀也很努力 所以我找没怎么帮你争取的主管 刚刚那头电话 是通知你升职的 大家继续 我先走了 千岁 我刚才喝酒喝多上头了 说了胡话 你别往心里去 你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现在找我 是舍不得我这个朋友 还是害怕失去你晋升的机会 其实 我又来往家亲爱的告诉你 我可以一起去征祷了 在家 四岁 我临近结婚时 父母亲要起来离婚 回来的当好 千岁 我要和你妈离婚 爸 你别闹了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呀 不是你妈呀 闺女都要出家了 你给她买什么房子 我就是不想让闺女再吃一遍 我吃过个苦 你忘华 赶紧给我倒几小水 哎呀 你怎么喝了这么多呀 哎呀 你别往墙上痛了 这不好弄 你也痛了痛了 这是我的房子 我也带你 都去放那 随便坐 刚才来了 饭刚好 刚说好 先生 放那儿吧 一会儿收紧了衣服 去留下冰法住 那怎么行 嫂子跟你是一家的 我出去住吧 什么一家 这是我家 房展正写我的名字 我让他走 他就得走 你这大老远的 好不容易来一趟 哪能让你花钱呀 吃饭 哎 你那个什么 刚才好不容易来一趟 你白天还是回家收拾屋子做饭 我让去留下住啊 行行行 来 知道了 我在医院里给你妈端屎端尿的 你这是干什么 谁给你干 你可以不干呀 女傅说 你眼里还有这个家吗 你得把这当家了 这房子姓鱼你知道吗 是我养着你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弄 哎呀我呀 妈 妈 爸 你怎么这样啊 没事 怕又没有朋友 到院底的摊山上没钱能去哪 你回去 不是 妈 我能不能回家住几天 这不过年不过节的 你回来干嘛 你弟弟还在家呢 你跟千岁他爸吵架了 你把年纪我还热腾个啥呀 赶紧给人家道个歉认个错 母亲离婚三个月后 我去看我新家 哎快来千岁 这就是个不到八十平的小房子 你别嫌弃啊 不是说了紧装修工人来刷吗 你这样到时候腰又该疼了 这后期的软妆还得花不少钱呢 咱们该省就省 而且我买的这个三棵树云脆乳胶漆 花了两天时间 我就自己把两间卧室都给刷完了 用起来可方便了 那我跟你一起 早也刷完 咱们吃饭去 嗯 哎 姑娘 你去把卧室那桶也提过来 估计这桶不够了 哎 好 慢点啊 咋了姑娘 摔了吗 疼不疼啊 我没事妈 就是墙给我弄脏了 又得重新刷了 没事 我拿抹布 一抹就好了 能行吗 这也太神奇了 你别看我选的这个枝子白 看着不耐脏 实际上有污渍啊 一擦就干净 一开始我还纳闷 小时候给我穿衣服都避开买白色的 现在倒是全屋都整上了 原来是因为耐擦呀 你看这个气筒上的说明可安全了 咱们过两天呀 就可以搬家过来了 这个通风一天就可以直接住了 省了一大笔房租 可省心了呢 姑娘 到时候把阳台的那个隔断打开 那再装个空调 看着妈妈 我同意自己的 她有了对未来的期盼 姑娘 妈最高兴的 就是给你买了这套房子 你快结婚了 这就是妈送你的礼物 房产证上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 别人的屋檐再大 都不如自己油霸伞 万一将来方雨对你不好 这儿就是你的退路 妈 不管怎么样 谁也不能把我的女儿 从自己的房子里赶出去